歡迎收看板田戰法 台北股市連續性的 不斷的做一個還漲的動作 那麼接下來台北股市 在這個禮拜稍微震盪一下 那指數還是趨勢往上走 這個禮拜我們所看到的答案就是說 只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做多者 一個是放空者 放空者的人一定是持續的被軋 那做多者的人 只是在這個地方賺多賺少 那為什麼台北股市 在這個階段當中 有人去選擇放空 有人去選擇做多呢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他不同的想法 那過去可能很多人認為說 這邊的集碟 這邊的集碟 當回來1分之1的位置的時候 就開始做一個放空的動作 無奈這個地方呈現一個V型反轉 不斷的走高 我曾經講過我說台北股市在今年 是一個選股不選市 那今年是類股輪動 是個股的表現 那其中這裡面不外乎的 就是題材的股票 那如果說你今年把重心放在選股不選市 你去選擇題材性的股票 其實每一個階段 你都可以成為最大的贏家 那最怕的是你非但不選股不選市 你還怎麼樣逆向去做一個放空的動作 那我想在這一波很多的老師也好 很多的操作者也好 他是基本上一直看空的 但是我跟各位講過 縱使前一陣子台北股市在這邊 做一個上下震盪的動作 我也告訴你 對於金融所謂的盈利稅 從2%調到5% 那個只是政府告訴你說 今年在這個地方不要一次的漲 但是全年是要讓它漲 所以每一個階段都是經過一個 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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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慢慢慢慢往上漲 所以政府是告訴你很明確答案 我不希望漲得太快 可是今年因為碰到選舉 我要它一直漲 所以你只要不懂解讀這個訊息的人 前一陣子可能認為 金融營業稅在這邊調高 是股市的利空 就跑去放空 一直凹的人 我想到現在你真的會非常難過 那我也跟你講說 任何的時間 任何的點 你都可以做一個回頭的動作 只要你認為說 今年是一個資金行情存在著 只要你認為今年的選舉 一定會創造行情 其實任何地方 你回過頭來去做多 我想台北股市都是一個正確方法 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的說 告訴你說 這地方是做頭的訊號 這地方是翻空的訊號 沒有 最多只是震盪震盪告訴你說 我不要一次漲完 可是我今年都要漲 它都是提供你這樣的資訊 所以我們認為在這個階段當中 你一定要把握有題材的股票 那在這個階段 你才會成為最大的贏家 最近很多的股票 它都是 只要是漲的股票 你都可以發覺 這些都夾帶有題材性的一個報告 所以它股票就一直反映它的利多 那麼3月份接下來到底有什麼利多呢 各位 從所謂1月18號到1月11號的 美國CES展開始 到了所謂1月16號到1月18號 這附近的東京國際照明展 一直到最近跟大家講的MWC展 甚至到了所謂3月份開始的 德國的一個CBET 就所謂的漢諾威展 它都告訴你 甚至台灣所謂一個電子部的成立 這個都是告訴你今年電子股 在所謂的一個iPhone跟智慧手機跟平板電腦所帶出的 不管是所謂的一個雲端也好 這個所謂的四肌的網通概念 其實今年都是一直走洋的 那3月份到底有什麼比較大的參展 各位來注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3月份有所謂的一個 長春國際的博覽會的LED展 德國的一個CBET展 以及在這個階段當中 各位可以看到還有什麼展 來這地方還有3月份開始有所謂國際的自行車展 國際的自行車展比較大的 我跟各位講漢諾威展 長春國際照明展漢諾威展 台灣接下來有所謂的國際照明展 然後再來到月底的時候 又有所謂法蘭克福的一個LED照明展 所以你會發覺3月份還是脫離不了那種 四肌的概念 那種網通的概念 那種LED的概念 還是脫離不了這個 所以最近你應該去思維說 3月份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去參考 怎麼去操作 那在這個階段當中我過去講過 從所謂的一個世界通訊大展當中 它的市場焦點在世界LTE 指紋辨識NFC穿戴式裝置 跟所謂德國漢諾威展 接下來的巨量數據互動化 移動性雲端 在所謂的這些的一個相關族群身上 各位你就可以按照這個表格去操作 至於說在這個階段當中 這些電子大展它所帶領的 受惠的是哪些的族群 哪些題材的股票 我想在這個地方都值得大家做一個參考的動作 那這個地方都是一個引領趨勢操作的一個方向 那因此3月份我們可能把重心還是放在 像4G概念 像通訊 像所謂的一個雲端 像所謂的一個LED 這些都還是盤面的主流 各位小聰明它是一個戰術 大智慧是一個戰略 什麼叫做小聰明 什麼叫大智慧 大智慧指的就是說我今天的操作 我根據這種所謂台北股市2014年的形勢力 在這個地方的形勢力 我根據它的主軸跟重心 這個大的趨勢方向來操作 這個叫做戰略 這個叫戰略 小聰明是指什麼 我在這個地方知道這些利多的題材 那我提前買進 可是最近股市又往往又碰到前面的壓力 上下來回的震盪 那我做一個區間的應對 短線低進高出或是買黑脈紅 就這樣來回的操作 這個叫小聰明 大戰略就是我剛剛跟各位提到的 你應該往長線去看 所以2014年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最重要的一個策略戰術就是說 你掌握到大的一個戰略 你發揮一個小的聰明 那這樣的動作到底有沒有好處 我們來看一下 這檔股票我們總共進行了兩趟的操作 總共進出4次兩趟的操作 那我說過了 當時會做這股票的時候 我講得很清楚 因為它是所謂的一個 MWC通訊大展當中的概念股 2458義龍電 而且它在第二季怎麼樣 它才是進入一個所謂爆發期 第二季才是爆發期 所以在第一季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用一個所謂飯前小菜的那種觀念 我就是低進高出低進高出 來回做 那現階段我們做了兩趟 那這是所謂漢諾威展的一個概念股 那另外LED展的光磊 LED展的光磊 那過去在所謂的一個CS展剛開始的時候 那麼緊接著就是所謂的一個MWC展的登場 那麼在CS的大展跟MWC的一個中間 CS的大展跟MWC的中間 有一個叫做日本東京國際照明展 當時我在講這檔股票的時候 2340光磊這檔股票的時候 它只有12.5到12.6 12.5到12.6 那當時的位置在哪裡 各位來看一下 當時的位置12.5到12.6 大概是這個位置 大概是這個位置 好 股價跑到這個地方 好 股價跑到這個地方 那我說過了 最近的機會又來了 那LED展在3月份總共有3個展 一個是叫做常春 國際常春就是大陸常春 這個地方的一個LED照明展 那第二個是所謂的一個 中華民國台北的這個所謂的照明展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一個 最後一個就是我今天跟各位剛剛提到的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法蘭克福的一個照明展在月底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今年整個的一個股價 或是整個的一個題材上 那各位一定要記住我講的話 小聰明是戰術 大智慧是戰略 小聰明是戰術 大智慧是戰略 大智慧指的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台股的形勢力 它的一個流程 它的一個流程 小聰明就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只要有一些股票它是題材的股票 它有拉回量數的時候 我們就站在買方 只要利多釋放出來爆量的時候 我們就站在賣方 那這裡面我們所跟各位 過去提及到的 你可以看 從當時在這個地方所講的 所講的翼龍電 當時這個地方所講的翼龍電 那跟你講可以來回 波段區間的一個操作 那麼已經進行了兩趟 那當時跟各位講LED的概念股 LED的概念股的一個光磊 12.5也漲到16塊多 那這個月我要提醒大家 那這個月照明展LED展總共有三個 那它一定會成為焦點跟題材 那你如果對LED有興趣的人 你也可以主動來找我 因為最近我們已經開始 著手布局的動作 針對LED展 那甚至在這個地方我們講說 除了說所謂的CS展 一直到MW展 那甚至MW展接下來 一直所謂接到所謂的一個 所謂德國漢諾威CBET漲 那金豪科本身是聯發科的概念 相關概念題材股 那也本身是小米基的概念題材股 那也通過了展訓的認證 再來它也是一個所謂的MWC 跨足道德國漢諾威展的 相關題材概念股 前一陣子的第一檔 我跟各位報告過 那昨天跳空大漲 我也跟你講過了 像這些股票底部進場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那種波段操作觀念 拉回 找買點 急漲 戰賣方 其實最近很多股票都是用大戰略 用小戰術去面對 那4G題材的部分 好 4G題材的部分 過去我們也講過了 在這個地方所謂的通訊基地台 所謂晶片的部分 就像當時我們介紹給各位的資源 當時37.9到38.1 有沒有 3035的資源 37.9到38.1 今天又是創新高的格局 來到44.6 你可以看到 在今年3月份 整個操作題材當中 我一直跟各位講 從今年年初開始 2014年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要學會換股操作 你一定要找這些題材的股票去操作 然後接著在這個地方 按照形勢力 按照個股的一個焦點 再來按照個股的一個影響性 這個地方的影響性 影響性哪些的股票 甚至按照技術力量的板田戰法的 叫戰守則 告訴你 從上禮拜跟各位講 這是一個環漲的格局 那它會進入震盪的區域 這個地方還是各股表現 如果你願意真的跟著我們的腳步 在這地方做這些股票 各位我不敢說多了 像今年這個操作 20檔股票裡面 至少18 9檔 甚至在先前最後一檔股票 還是賺錢的走 為什麼 因為它就找到那個題材 都是做題材的股票 幾乎你20檔 可以做到20檔賺錢的原因是什麼 它就是因為你選對題材的概念 不管是LED 不管是試機 不管是雲端 不管在這個地方是相關題材概念股 甚至包含了穿戴式裝置 甚至包含了這些所謂的 汽車零組件 無人汽車駕駛 甚至我們談到一些所謂的無線充電系統 無線充電器跟所謂指紋辨識系統 過去我們也講過5305的敦燃 那時候十幾塊 後來漲到24塊多 其實這都是我們一直告訴各位 今年的主軸跟方向 那接下來台北股市該如何的面對呢 那我想在這方面特別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學功夫抓轉折賺價差 高調節低進場來做價差 進入團隊 各位我們將免費的贈送各位 板田戰法的全套教材 讓你從技術面開始學取 然後這是三大毫禮相贈送的其中一大 接著下來把所謂台股行情的形勢力 這份所謂珍貴的大的戰略的東西 把它放到身邊 然後接下來這個大的戰略東西裡面 所提到的 所跟各位提到的這些相關題材的個股 那麼在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所有的投資朋友你能夠把握住 就是說這些股票 這些的所謂CS展也好 MWC展也好 德國的所謂C-BET展也好 或是接下來台北股市三月的自行車展 德國的亥諾威展 然後三次的一個LED照明展 這個大的戰略都是引你賺錢的方向 小的就是運用戰術在這些個股當中 一直輪流的區間的來回的一直操作 所以在這個階段當中提醒各位 選對題材 看對產業 做對主流 非贏不可 雙倍奉還 那麼如果你認同我們的觀念 雙倍時間 雙向操作 起股同步 各位今天算是股市的週末 因為明天即將是2.28休假 那只要你認同我們觀念的人 有興趣的人想要跟著我們一起來 選股換股或是跟著我們來操作人 來 三分之一的題材 三分之一的這個所謂好看的要報給你 有興趣的人把握操作的規劃跟流程 第一個 掌握台北股市2014年的形勢力 第二個 在這形勢力當中 重要的題材概念的一個電子炸彈 所影響的是哪些股票 把它清楚的掌握起來 第三個 台北股市版年戰法要全套的免費的 您加入我們的行列要免費的贈送給你 只要你認同我們的觀念 選對題材 看對產業 做對主流 非贏不可 雙倍奉還 今天是假日 特別三分之一 希望你好好把握這個賺錢的機會 有任何需要想要來參與我們操作的投資朋友 想要來換股的人 節目中廣告自行專線歡迎打電話進來 一通電話改變你的人生 祝福你在這個地方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來做一個選股換股重新調整的動作 有任何需要把握這個諮詢專線 時間的關係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下個階段回到現場 我們再來回到這個地方再聊 做好看 看屍體能準確 還有一段廣告 對主流戶盤 吃得好 你們好看 那你會很美 你看你會很美 對主流戶盤 看屍體能準確 對主流戶盤 算了嗎 可以買的嗎 買的也對主流戶盤 選擇 是的 買的也不好 我們次買的 買的也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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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次行动通讯大会当中所谈的是四季LTE 指纹辨识NFC 穿戴式装置 那这个叫进场通讯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都是在涨这个股票 那过去我们都是提前的跟各位讲 那接下来三月份我觉得两个重点题材 三个啦 一个叫自行车展 那另外两个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比较更重要的是 德国汉诺威展跟LED照明展 那未来你一定会看到盘面的大的所谓趋势战略 它全部都会往这个地方移动 我常跟各位讲说 小聪明它只是一个战术 但是大智慧才是一个战略 什么叫大智慧 也就是在这地方告诉各位 跟着这个所谓台股的形势力是走 它叫做大战略 它是一个战略 那在这中间肋骨的轮动 低进高出 买黑麦红 低进高出 这个叫战术 那三月份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第一个 德国汉诺威展 那下礼拜 我们会把重心放在这里头 好 下礼拜我们会把重心放在这里头 那甚至包含了德国汉诺威展 跟所谓三月份有三个LED照明展 那这个地方会成为盘面的焦点跟主流 那如果各位你认同我们的观念 我希望你把握这个机会 从过去来 我一直看到很多的投资朋友 每一天在那边想 每一天在那边念 每一天在那边问 其实都没有用 直接付诸行动 我想你看得到 在今年的这些参展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如果你去做这些主轴题材的股票 包含了当时的美国CES展 包含了日本东京展 包含了MWC世界通讯展 甚至前一阵子 所谓台北电信智慧生活城市展 当时你都可以看到 反正什么来的时候 就是什么股票展 那现在我们要把心思放在哪里 放在两个族群身上 一个是德国的C-BET展 好 德国C-BET展 再来一个是所谓LED的照明展 因为这个月有三次LED的照明展 分别是发生在这个所谓长春 东北的长春 大陆东北的长春 那所谓的一个台北的LED照明 台北LED照明展 跟所谓在这个阶段当中 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的30 31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照明展 那你都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按部就班来 那你说如果说从这里面的股票 要去挑选做好不好 可不可以做很多趟 各位绝对可以 你看到的益龙店 我们已经做两趟了 如果未来有拉回 我们还是会继续买 那你看到的这个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光磊 当时我们也做了好多趟 从12块多做到16块多 那最近拉回 我们一定会再启动 你看到前阵我们谈到的金豪科 也是一样 在低点就做一个沉接的动作 利多出来的时候 就直接跳高涨 你看到过去我们谈到 4G LTE概念的时候 像智元 我们也是做了好多趟 像智元我们也是做了好多趟 甚至你看到我们讲说 4G提材概念股的这档股票 叫3596之翼 那是做了更多的人 你看3596之翼 你几乎都可以看 这些所谓趋势向上的股票 它都是这样走的 我跟各位讲 它都是这样走的 都是这样走 涨一涨 整理整理 涨 整理整理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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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未来很多有题材的股票 你都可以看到我们一档一档 带各位做换股布局的动作 你看到过去我们在讲说 CS概念股当中 不管是蓝宝石基板 蓝宝石金棒的部分 当时所跟各位谈到 蓝宝石金棒的月峰 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谈的时候 在40.8 后来涨到多少 8121的月峰涨到多少 涨到54块8 你可以看到过去 所以我们在蓝宝石基板的部分 谈到的是赵远 当时在封关的前一天 过新年的前一天 我们跟大家讲 你可以提前的卡位流众股票 那时候是30.85 后来4944的赵远涨到多少 涨到40.95 30.85涨到40.95 因此我们告诉大家 我们说成功的人 他不是赢在起跑点 不是赢在起点上 而是赢在转折点 各位每一个阶段当中 都会有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题材 然后每一个阶段当中 股票都会进入一个转折 有的是区间震荡 你就多跑一些 有的是一个趋势一直往上 那低档转折你要买 高档压力你要慢 那还有很多是产业的题材 像所谓的可成 也有看到吧 凯胜 这些都是属于 不管从CES 带到MWC 带到未来的德国 汉诺威展 他就是一路的题材 在做所谓这些消费性电子 iPhone跟iPad 所谓的七颗的股票 七颗一颗这些都是长远的 那甚至在这一次我们讲过 不管从CES展 不管从MWC展 或是到德国汉诺威展 在这些消费电子的产品身上 各位 这档股票是主流 它叫做联发科 我过去讲联发科 是叫联合初级 四核心八核心 发财支付 股价创高 科技超群 晶片乐销 各位你可以看到在联发科的部分 今天联发科 又在这个地方 再度的找盘的时候 又创一个新高 来到所谓的455块 那过去我曾经讲过 联发科在前一个波段当中 它是400块 第一个阶段是385到400块 后来400块到450块 未来又是一个新的格局 所以联发科过去 获利在第一波的操作当中 你可以看到 7档的进出获利141块 第二波的一个操作当中 8档的进出赚85块 第三档前一波的获利操作当中 是赚了74块 那接下来就是在400块到450块 一直区间来回的操作 那未来的三天之后 如果联发科 能然守住占上450块 通常我们从技术面来讲 如果只是一天的突破 那这个叫做假突破 如果未来一段的时间 三日之内 联发科能再度占上450 那各位又是一个新的格局开始了 等于说 它接下来又是走450到500的格局 那你就要特别留意了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对联发科操作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那你就可以来找我们 因为联发科 是我们大户大资金 长期操作的股票 我想从去年到今年 跟我操作联发科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 赔到任何的钱 在每一次波段的转折当中 联发科总是能带给我们 最大的利润 哪怕是最近的一趟操作当中 430块附近买的 也是卖在446块附近 各位这个我们都不说谎 不会说 今天联发科超过了450块 我再跟你讲说我卖来今天 不会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所以我们从过去来 一直跟大家讲 今年的台北股市操作 跟往年真的不太一样 它已经从过去那种 起涨起跌的观念 要走向个股的一个表现 有题材的股票 产业反转的股票 是热门的股票 那这些都会成为盘面主流 但是毕竟台北股市 接下来所面临到的 它开始面临到高档的压力 如果今天收在最低 这叫墓碑线 它并不是很好 它代表说 指数空间还是有线 那还是个股表现 但是你从外资买超的动作 跟所谓期货多单的流仓 到昨天还流仓 16000多口的多单 提醒各位什么事情 这个地方还是偏多的操作 但是指数又接近前高怎么办 各位接下来就是以题材为优先了 就是以题材为优先了 把握一个观念 聪明的观念什么观念 小聪明是战略 小聪明是战略 那大智慧 小聪明是战术 大智慧是战略 什么叫小聪明 什么叫大智慧 大智慧指的就是说我的大方向 各位我是按照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循环的一个形势力 来做一个操作的动作 什么叫做战术 小聪明是战术 什么叫战术 就是说我在这个循环轮动的强势股当中 强势的题材族群当中 我去选择股票来操作 那各位接下来三月我要提醒你 四季 德国和诺威展 网通 云端 自行车 LED 都会成为盘面焦点 如果你真的认同我们的观念 想要选股换股重新布局的人 来好理三大众 第一个台北股市的形势力 第二个电子大展的受贿概念股 整体的族群题材影响性在哪里 第三个百年战法的全套教材 这些通通都要免费送给你 选对题材 看对产业 做对主流 非赢不可 双倍奉还 双倍时间 双向操作 旗鼓同步 那么各位今天是周末 2.28把握1分之1 一个好康耶 希望你能够跟着我们的脚步 在3月份开始 改变自己的投资操作观念 让你自己成为最大的赢家 有兴趣的人 认同人 有需要的人 节目中广告咨询专件 欢迎大家主动跟我们联络 也祝福你 操作顺利 假期愉快 下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甚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是陈彦博 每次极低冒险 安全是我的坚持 我喜欢冒险 但绝不冒险酒后驾车 只要喝酒 就应该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 我不喝酒 我当指定驾驶 负责开车送朋友 出来了 或找亲友接送 拜拜 也可搭乘计程车 只要喝酒 就不开车 交通部关心您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头部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得头雇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头雇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雇 顾得头雇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头雇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过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头雇 顾得头雇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做好环境清洁 清除积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格乐的威胁 毁了我的家 改 danach 感谢观看